我们是60后夫妻自驾游 今天在温汤镇 这个叫社普长寿村 我们在路边采野菜 现在到了清明 我们采一些爱叶 用来做青团 我们也尝试一下 刚才我们还请教了一个当地的大姐 帮我们认识一下 知道什么样的是爱叶 这是什么菜 这是那个 这个爱叶 这个就是爱叶 这个就是爱叶 这个是许阴 真是爱叶 这个是爱叶 放在窝子里搓一下 搓一下捞起来 到城市去摆一下 叫爱叶 就是这个叶子 就这个叶子 你这会认识了 谢谢 谢谢 你像我们城里人吧 不认识这个的 你们看 这个就是爱草 看到没有 长得这个样 这个还挺嫩的 我们摘一下 就这个草 据本草纲目记载 爱叶具有温精止血 散寒止痛 外用驱失 止养之功效 可以说是我们的妇女之友 因为爱叶本身是一种温补的食物 所以我们使用爱叶可以起到驱寒的作用 爱叶还可以用来泡脚 有效的驱虚火 驱寒火 我们碰到当地人也在采这个叫爱草 他们也是从宜村过来的 坐公交过来 然后到这边采了以后回去 清明街做清团 清团 非常有意思的 我们今天什么事也不干了 就采采这个爱草吧 像我手中的 就这个爱草吧 这也是乡间的乐趣之一 摘摘野菜 在外面吸收一下大自然的新鲜空气 在南方在清明时节会吃清团 以前我们都是满着吃 他们都说是用这个爱草来做 我们今天摘以后 明天跟着小红书试做一下 离温汤镇三公里 三公里坐公交车可以过来 我们准备去一个叫舍部长寿村 这是在它的路边上 看到那位大姐 这个大姐呢 专门从宜村 宜村坐公交车 坐公交车 到这来塞这个爱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的路拜拜 宅子停不下来了 看一下公交车 非常的方便